这天,景天和红山二人皆是官府打扮先生片场,面对面站定对戏 两位偏偏少年郎根据剧本要求对着话 小何一上来就有些激动地冲着对方比划 大甜甜则淡定接收,突然抬手给了他一记暴力 再按照剧本念着接下来的台词 小何欣欣地笑着,眼看着大甜甜绕过他去往前方 结束了这段戏,景天笑着返回 先跟和红山说上两句 再转头跟导演聊起刚刚那段戏还有没有需要注意的点 等导演宣布完事,和红山拿着剧本往休息区走去 整个人开心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摇摆起来 与此同时,景天留在原位 将保暖所用的毛毯拿掉 露出有些宽大的红色官袍 趁着他的身子更加纤细 景天转身向工作人员要来镜子 便换着角度照着自己的脸 看看装饮是否完好 确认没问题后,他放下镜子 这时工作人员上前来 轻轻输了输他脑袋后头的碎发 等人一撤离 大田田立即进入拍摄状态开眼起来 拍摄经验丰富的景天很快顺利完成了个人戏份 他乡惯冒斋去 跟着工作人员们往休息区走去 和红山则返回了拍摄点附近 做着造型整理 随时准备投入进拍摄中 不仅值观看